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正式提成 2023年废除强制死刑法案一读 除了废除强制死刑赋予法官探处死刑或是监禁的着处权 同时也付权联邦法院重新检讨840名死囚的案件 此外部门也提成儿童性罪案法令 以及儿童证人供辞法令修正案 允许儿童证人录影共证 以上所有的法案和修正案 同样将在本期会议提成二读 2023年废除强制死刑法案 和2023年重新检讨死刑与终身监禁法案 正式在国会闯关 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纳杜斯里·阿沙利纳 今早在下议院提成法案一读 并会在本期会议提成二读 部门也将在明天召开一场面向朝野议员和上议员的汇报会 解说法案细节 根据部门文告 一旦法案生效 当判处涉及强制死刑罪行时 法官都有着处权 可决定要判处死刑或监禁最多40年 以及鞭斥不少于12下 其中不导致死亡的条例也废除了死刑 法官只能判处监禁和鞭斥 不过如果被告抵触刑事法点121A向国家元首宣战条文 则排除在外 依然可判处死刑 新法案也除去终身监禁的字眼 已判监不少过30年 不超过40年取而代之 此外 废死政策也复权联邦法院 重新检讨840名死囚的案件 不过即便联邦法院维持判刑 死囚依然可向各州特赦委员会提出上诉 同时部门也提成2023年儿童性罪案法令修正案 以及2023年儿童证人供辞法令修正案一读 这两项修正案主要事项 包括新增两项罪行 也就是儿童色情直播和性勒索儿童 并且父权法官为受害儿童争取赔偿 同时也可禁止任何一方向儿童证人提出不当问题 以及允许儿童参与特别听证会以录影共证 之后无需出庭面对反复盘问 阿莎丽娜向副议长拿杜南利指出 这两项修正案同样将在本期会议提成二读 关注 明镜也认为这些意兆的动作 这样的状况 我们将实际上有限或这些意兆 交给予的时候 就是了